好幾名員警來到住家拉起封鎖線要仔細調查 台東京風鄉的冰茂和立秋部落爆發疑似集體食物中毒 造成12人送醫其中3人死亡 4人命危 事發起因是一名83歲的曾姓阿嬤 在17號晚間6點親手製作小米粽又叫做阿拜 內容物有蝸牛 竹筍 豬肉等食材 吃了之後卻在一個小時左右開始出現口吐白沫 心悸無力的症狀 之後送醫急救後宣告不治 家屬後來將遺體帶回家治喪 大約30名親友18號凌晨前來守齡協助處理後事 吃了阿嬤生前包的小米粽 後來有11人陸續出現跟阿嬤同樣的症狀 大部分的人都是在食用1到2個小時開始身體出現狀況 包含曾姓阿嬤有7人送往馬接醫院 其中兩人死亡兩命維 另外有4人送往台東基督教醫院 一名76歲留性婦人死亡1人插管 另外有1人送往衛生福利部台東醫院 同樣還沒有脫離險境 衛生局到現場採集包括製作小米粽的血桶液和蝸牛等 並到醫院搜集人體檢體 而機關書也派防疫醫師搭機到臺東 會同北榮獨物科專家調查 中午的時候我們已經有收到第一批的檢體 總共是由7名這個跟這個事件有關的這個個案 總共就是包括血液跟這個尿液的檢體 是有這個23件 所以我們會再就這個7名個案的這些檢體 來那個分送給這個台大跟北榮 至於什麼時候會有結果還沒有確切的時間 不過機關署強調會盡速釐清中毒的原因